來 下來 我們練一下 裝住一下 謝謝 入業之後 改裝車排氣管 發出 喉嚨聲響 真的是 咬一清夢 讓人快抓狂 環保持有公告 只要你經過基隆市的路段 24小型的排氣管如果沒有經過審驗合作 所以如果現在可以去驗嗎 現在如果驗的話會嗎 你到時候我們今天開通報單給你 之後你會收到環保持的控制 他有可能就會直接被拆保 基隆市政府26號宣布 從2月1號起使用未認證 或者任意變更排氣管行駛在道路 妨礙安寧 妨還從3000元增加到6000元 如果是在深夜11點到隔天早上7點 違規的話會加重查處 若車主未改善 會加倍裁處 暗次累罰 暗次最高可罰3萬元 為了有效打擊改裝車產生的噪音 基隆市政府率全台之先 全面調高改裝車噪音相關閥環 於夜間時段儲12000元新台幣 環保局呼籲民眾切勿使用 未經主管機關合可認證之排氣管 共同維護寧靜家園 基隆市政府從去年11月起開始執行 寧靜街坊專案 針對未使用認證排氣管車輛 民眾環保局進行採處 2023年陳情的通報案件總共有542件 採處共244件 如今基隆從2月1號起加重罰款 進出全國最高罰金 也將針對民眾檢舉熱點加強零件 不讓改裝車的噪音繼續炸接 記者 黃少米 基隆報導 來 先洗碗沒關係 只要克成分 請洗碗 使用的不乎 記者 尷尬 不停 使用警官 在然後